好 我們今天的訊息很重要 其實是一連串的 講到如何用因典激勵和推動人 這個訊息有什麼重要呢 我想大家反思一下 你從小到大 當有人去叫你做一些事的時候 例如你讀書 你要近年讀書 你不讀書就不行 很多時候就是你要做什麼 你相信耶穌之後 你初信主的時候 可能有人告訴你 耶穌很愛你 耶穌很關心你 耶穌為你釘實字架 祂會祝福你 我相信大家聽到也會覺得開心 但開始就會有人提醒你 你要記得祈禱 這些是沒有錯的 祈禱你要悔鬼 讀聖經 你有沒有讀聖經 有些人會問你 有沒有讀聖經 有沒有時間祈禱 當你沒有做的時候 你就開始覺得有些壓力了 還有自己裡面也有聲音 我要祈禱 我要看聖經 我要跟從神 遵從神 服侍神 但是很多時候人就覺得一種壓力 覺得好像很難做得到 那時候 為什麼那些提醒比較難呢 是因為基本上就是要求 律法的要求 聖經是有律法要求的 是有要求的 但是聖經是用恩典推動的 我用一個比喻 我用一個比喻 兩個男女 認識對方 哇 那個男女 看到一個女 哇 這個人這麼開心 這麼好 然後就很喜歡她 然後女兒又表達喜歡她 大家很有吸引力 會有什麼反應呢 然後雙方又有機會打電話 就很想打電話聊天 聊天的時候 雞端不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在戀愛時期 那時候聊天是雞端不斷的 但是後來耐久了 開始聊天沒那麼久了 後來結婚之後 就開始無興趣聊天 而且你跟她說話 她又沒有心機聽 就跟她說 你很猛 我表達是不喜歡聊天的 那時候 就會覺得 為什麼現在變成這樣 很多時候就會說 你要做什麼 你聽我說話 為什麼你不聽我說話 為什麼你現在跟我說話 沒有心機 就會有很多這些要求 這些基本上都是律法 當她活在這個律法之下 是很辛苦的 但是起初的時候 戀愛的時候不是這樣的 在戀愛的時候 你叫她不要找她 也很困難 你不要找你的女朋友 不行 不行 一定要找 躲起來也要找她 為什麼結婚之後會這樣 因為失了那種愛 失了那種開心 為什麼會失了呢 有一個原因 因為人的罪性 人很多時候就會 男性的特質就是很想追到一個女生 就像一個project一樣的 對於有些人可能是一個新聞 男生追到一個女生 就好像完成了一個責任 我追到一個女生 那個女生屬於我 我可以跟她結婚 甚至有些人說我可以跟她上床 可以生孩子 有一個人照顧我 她的心就是這樣的 她不是想著 將來我就會有一個人 我可以愛她 我們彼此相愛 很少人準備結婚的時候是這樣想的 那女性就會這樣想 她希望將來她會很關心我 希望結婚之後她就會很多關心我 但是男性當她結婚之後傾向於 就覺得我已經娶了她 我又不會走下去 我又會回家吃飯 我只是愛你了 就沒有什麼表達 沒有什麼表達的時候就覺得 對方這麼多 對不起 對方這麼多要求的時候 就會覺得有一種壓力 這種情況就好像人信耶穌 好像要做很多事情 那你怎麼可以因典推動呢 我們就想回戀愛了 戀愛的時候 為什麼這麼喜歡對方 因為那時候 第一 有新鮮感 覺得對方很多地方吸引 很喜歡 對方又有反應 於是就很喜歡在一起 因為這種愛就吸引她 為什麼後來慢慢沒有了 因為男的沒有興趣聊天 女的就開始暗沉了 還有女的就叫她 你要做什麼 男性的耳朵是懂得關機的 其實男女也會的 不過男性比較容易 你跟她說了一些 開始說了四五句 開始她知道你說什麼 她真的會認識你 她是有這個能力的 你一直說一說 她不知道你說了什麼 她不記得你說了什麼 即是說 她開始沒有心機聽 她沒有心機聽的時候 太太就越說越多 越重複 越重複她就越不喜歡 大家都是要求對方 越要求就越辛苦 同樣我們跟耶穌關係都一樣 如果只是你要祈禱 你要讀聖經 你要處理生命 你要悔趕 你要離開罪 哇 很多事情要做 有些人說 我讀書已經不喜歡 回到那時已經不喜歡看書 我現在還要看聖經 我以前都不喜歡 掌管我的生命 喜歡睡覺睡到幾晚都可以 現在信耶穌之後 要掌管管理我的生命 覺得很困難 這樣的時候 做基督徒就很辛苦 但是為什麼有些人可以這麼開心 我多謝耶穌給我很開心 因為我知道神真的很愛我們 祂愛我們覺得很厲害 是我們想像不到這麼愛的 在1998年 當有個報道家為我按手祈禱的時候 好像電流進入我裡面 同時很大的愛 那種愛感到我哭 很感動 不是淒涼 我當時一點淒涼的感覺都沒有 是很感動 原來神是這麼好的 我真的很喜歡神 我用很多時間祈禱 我一直讚美耶穌 謝謝耶穌 那時我記得我有個季 我第一個太太 正在世上的那時 後來她是離世的 她說為什麼季 因為她來回香港的 本來我在外國住回來香港 她說為什麼季有兩塊東西骯髒的呢 原來我站在前面祈禱 我的手按住那裡 那裡有兩塊骯髒 後來要用沙粉搓才能搓 在很長的時間親近神 我一點都不覺得悶 我現在都經常去親近神 因為我知道神很好 神的愛很大 我也都為很多人祈禱 他們很大的安慰 很大的幫助 很輕鬆 我們有幾個朋友 都會有一個人叫詠兒 大家上youtube看 來到有些好奇 都想經歷到神這種更新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更新呢 就是我真的看到耶穌真的很愛我們 我看到什麼東西 我都覺得很寶貴 我只看你們的眼睛 我都覺得很寶貴 人的眼睛很特別的 會傳遞感覺的 會 第一可以看 第二 你看到人的眼神 你會感覺到這個人的心靈是怎麼樣的 而有些 尤其有些小朋友 當你跟一些小朋友相處 很開心 你請他吃東西 很開心 你看到眼神 真的好像回報你一樣 你請他吃東西 他就很開心 我跟我太太都是這樣的 我跟他約他拍拖 他就很開心 他剛剛做了一本相簿 我們結婚十年的相簿 是很漂亮 很漂亮 美得不得了 他的相片剩得很漂亮 他就組成了很多心機 我昨晚跟他一起看 他很開心 其實我已經看過很多次 不過我很喜歡一起看 這也是 就是當我們喜歡對方的時候 神也會讓人有感覺 喜歡 喜歡 喜歡是一種好的感覺 對吧 你喜歡吃東西 喜歡 神叫人能夠開心 我們跟人的關係可以開心 如果你有狗 更加開心 狗是很沒條件愛祂的主人 真的 養狗是很開心的 不過不是每個家都方便養狗 它反應比任何人更好 人通常沒有那麼好 但是狗是非常好的反應 當你有這種關係的時候 當你經常想到神這麼好 神其實都是這麼喜歡 這句話是中國人不喜歡聽的 神的反應比狗更加強烈 這句話是正面的 你不要想錯了 我們一親近的 他立即很興奮 一個罪人悔覺 整個天堂都開心 一個人愛他 他就為你預備 你想也想不到的禮物 他就將很多東西給我們 當我們在這種愛中 你就有無限的動力 去祝福人 去幫助人 因為你知道神會永遠紀念 和永遠賞賜 我就是每天都在這種狀態 我感謝耶穌 當我經歷四年之後 我經常想留在這種愛中 我就時時去愛慕神 我一想到耶穌 我整個身都是感覺能力的 即時在我身上 還有當有一天我經歷神的喜樂 我一祈禱 立即的喜樂就湧流 我也是很用心去保持 當我那天經歷喜樂 我很歡喜 我就不斷在聚會 不斷用心靈愛慕神 然後當我在途中的巴士上 我都不斷在神的喜樂中 多謝天父 真是好 第二天起床就是這樣 第三天天天都是這樣 神的喜樂一直停留在我身上 我多謝天父 我希望大家是時時用恩典推動 因為很多時候人是不習慣用恩典推動的 所以我現在是會說一下 怎樣用恩典來推動人 人就喜歡用律法的 律法就會怎樣呢 就是要求 很多時候人會怎樣說話呢 你祈禱不夠投入 所以神就不聽你祈禱了 就是會批判了 含有批判了 你要悔改長的時間 神才會接立你的 你這麼少讀經 所以你不掌進了 你不夠愛主又不冷不熱 所以耶穌想將你從口中逃出去 你有罪了 所以神不聽你的祈禱 你做得不夠好 你要勤勵一點 不是你只做乞丐了 這些說話都是一些 批判性和要求的說話 如果只是要求 人是不覺得舒服的 如果神經常都說 你要做甚麼 你要做甚麼 如果你看圣經 就知道你要做甚麼 你不可以不做甚麼 你不做甚麼 我就會怎樣罰你 如果你整本圣經是這樣 跟現在的感覺是很不同 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圣經是充滿恩典 充滿祝福的 好了 我曾曾試過 嘗試鼓勵人 祂說 你站得多一點 他們就以為這是激勵 這不是激勵 這是吩咐 指示 你祈禱多些 叫个人 你鼓励你个儿子 你读多些书 这个不是鼓励 这个是提醒他 提醒不是等于鼓励 大家看看这里左手边 那些激励人不是告诉人家 不是告诉人家 你要专心爱主 这是对的 不过这个不是激励 这个是提醒 吩咐 你要多些祈祷 多些尊重神 将生命献上 以上是指示或者吩咐 下面是指责 你没有悔改 你没有爱主 你没有尊重神 你没有毁身侍奉神 这是指责 很多人经常听到这些说话 你没有做什么 你没有做什么 你不爱主 那变成了一种压力 好了 激励人是告诉人家 神很爱你 一会儿大家会 我讲完之后 大家就会分组去练习 就是练习用正确的方式去激励人 去鼓励人 提升人的生命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如何应用 当我们说 很重要是说神如何爱你 我用一个比喻形容 假设有个爸爸 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爸爸 不过他几个子女 就个个对他爸爸 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子女就很喜欢爸爸 有些子女就不喜欢 这个喜欢爸爸的子女 就和另外一个说了 他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 你要爱爸爸多一点 你要听他说多一点 你会做他吩咐的东西 我想问大家 如果另一个说 你要听他话 你要做什么 他说什么 你要听话 你要跟他一起 请他吃饭 陪他 你猜其他人听到会有什么感觉 神要我做什么 但他另一种方法说 其实爸爸很爱你 你有没有留意他如何关心你的东西 你有没有留意他如何帮你 如何陪你 如何在很多事上 记得你的东西 就是他关心你 我相信这件事是能够改变其他的兄弟姐妹 对不对 而不是说你要听话 你要听话 这个是不能够激励人的 好了 激励人是告诉他什么呢 神很爱你 还有珍惜你 神很珍惜你的 神想大大祝福你 祂在你生命有奇妙计划 个个都有 你们个个都有奇妙计划 不过你能否进入 你进入 你的生命就会很大发挥 很感谢神 神等到我 其实神在我生命中 不同的阶段做很多不同的工作 我可以说 我越老越精彩 大家可能说 为何令我老字呢 其实我真的老了 因为我69岁了 不过 可能你觉得不太像 我昨天还打网球 我昨天还打网球 神给我这些体力 也有专注的力 一天我从早到晚 一天就亲近神 一天跟我太太在一起 然后其他时间 全部都是写东西 全部都是帮人的 我跟别人聊天 什么时候呢 是洗碗的时候 因为我太多工作 所以洗碗的时候 我就会用那些时间 聊天 去帮助人 即是说 我是很有动力 因为我知道神很疼我们 我有无限的动力 但我不是觉得 我要做我要做 好了 那激励人是怎样的 就是神在你生命中有奇妙计划 我想说就是 我这么大年纪 才进入更加高层次的计划 我多谢主 神为我开越来越多的路 我亦都求主帮我 在这个 我希望我活到120岁 但我不知道 神给我多长 祂给我活到多长 我都会一直到最后一天 有人来探望我 我都说 你不用为我伤心的 我很快去天堂 很开心的 我只是想祝福你 我的心都是这样的 因为我真的很看到神有奇妙计划 还有下面 你真心悔悔 神就很欢迎你 整个天堂都很欢迎你 你真心祈祷 祂一定会祝福你 你爱神 神就为你预备奇妙的恩典 希望我们大家都用这个恩典的角度 来看到神的美好 有一点很重要 我们避免用要字来去激励人 避免用要字 避免说你要祈祷 你要读经 你要悔改 你要遥述人 你要传福音 你要侍奉神 好吗 要 你要什么 你要什么 不要听的 可以说什么呢 你真心祈祷 神就很喜欢 和祝福你 是不是很不同 总是用恩典推动 我希望大家记得这个方法 不要说你要祈祷 就是说你一祈祷 神就很喜欢 神就会回应 你真心读经 你就会明白神的奇妙的应许 你真心悔改 整个天堂就会欢喜 你传福音 神就很喜欢你去拯救人 总是说神如何喜悦 来激励人去回应神 这样的时候 人就更加有动力 就不是觉得压力 有些人说 那是你二牧师说的 不是 是圣经说的 圣经为一个罪人悔过 天上为他欢喜 圣经说 有人爱主神 又为他预备 人心未曾想到的东西 圣经是说完这些东西 你将一杯凉水给人 神一定会记念 圣经是说很多 不过很多人少说这些 因为人的本性 只是喜欢提醒别人 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好了 那怎样激励人呢 激励性的说话 用恩典推动人 就是 我看重你 我爱你 这些是人的说话 我欣赏你 你有努力的地方 非常好 你是很宝贵的 你想成伟大的人 这些就是同人说的 你和你的儿子 可以说你很宝贵 你很重要 神会大大祝福你的 这样的时候 会给他鼓励的 好了 那说到耶稣又如何 耶稣很爱你的 祂想大大祝福 提升你的生命 你亲近祂 祂就很欢喜的了 你爱祂和尊重祂 祂就很喜欢你 祂就会大大祝福你 这个就是用恩典来推动人 我也希望大家用恩典推动自己 好了 那我们激励人去爱神 如何去激励人爱神呢 有些人来说觉得很难 我记得我初期做牧师的时候 那我就写了一些经文 我们应该遵从神 我们应该传欢 那我又教导 那我有时见了一些教友 我就跟他们说 圣经说我们应该如何遵从神 亲近神 但是我发觉说完 那些人没有什么反应 就是不是很热切 我当时也不懂得如何去激励他们 我是很爱神 但是我如何帮他们爱神呢 我帮他们不了 那我现在以下就用一些经文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爱因为神才爱我们 神真的很爱我们 神有很多地方爱我们 这里我写出有五方面 神的创造看到神的爱 我是读science 我留意很多东西 我都很感谢神的 每一样东西 我看到我就会感谢神 就算很简单 这个三脚架 感谢神 神有做金属 神有做木材 神有做那么多好吃的食物 对我们身体健康 我们身体有那么多消化液 不同的消化液 我们有那么多荷尔蒙 那么多种细胞 我又喜欢science 我有空我又要看一下 有些是基督教的影片 有些是science的影片 有些是心理学的影片 我看的时候 我就看到 我们的身体很奇妙 我们保护细胞 有很多很多种的方法 还有也有一个网站 我的YouTube 我看了很多 他就说到有些人 很多人不睡觉 然后有什么发生 身体有什么发生 有什么break down 有些人打了机打了几天 然后就死了 有什么发生呢 有些人就喝水 喝了很多 你通常喝水不用怕 他喝了几家卵水 喝水比赛 喝了几家卵水 离色大谱 然后后来身体有很多毛病 他说了很多东西 就是你做些什么 做些什么 那说出什么呢 原来我们的身体平衡很宝贵 我们现在的平衡是很礼物 当有什么东西 may don't be able 你就会觉得 我当时真的好 所以我们看到神創造卖物 还有神做人和动物都有感情 真的十分好 神做人有美感 你看到那些花很舒服吗 那些小鳃很有趣 那些小鳃为什么会常常叫的呢 他經常在叫 他有時不是求偶 總之他喜歡不斷叫 有沒有養過小雞? 一盤雞就不斷叫 神造的那種動物是小鳥不斷叫的 這種可能是教人 你開一下聲 放鬆一下自己 你的人要鬆一點 出一下聲 很多人就不出聲 鼓勵拋棄 越來越不開心 我在看小鳥也看到很特別 神造小鳥很特別 而且很漂亮的顏色很漂亮 因為我和太太很多時候去拍小鳥 我們去不同的國家都有拍的 拍了很多小鳥的照片 真的很漂亮 在聖經看到神的愛很多地方 由耶穌的救贖 全能的神為我們釘死十字架 承擔一切罪的刑罰和奏座 是很大的愛 神啊 你真的很感謝你 而且親近神可以經歷神的愛 很感謝神 我一想耶穌 我全身感到神的能力 大家都可以的 逐步逐步 你有心去親近神 你會越來越經驗神的平安 你會有聖靈的感動 我們不聽話 那時候聖靈也會繼續感動我們 不聽話 聖靈也會繼續感動我們 你想想 如果我們拒絕一個人幾次 你說我不想見你了 那個人幾次可能不再找你 但是神很多時候 我們拒絕他 祂依然繼續找我們 所以祂是很特別 在我心底處 我真的很喜歡神 我們愛 因為神才愛我們 祂的愛是很大的 有人上到天堂 他說那些愛湧過來 有一個人叫Ian McCormick 他形容那種愛 他說沒有辦法能夠形容 沒有人能夠預備好見耶穌 當他講回幾十年之前的事 他的眼睛濕濕 他即時感動 我很期望 我很期望 我希望 我未去天堂之前 我可以上到天堂 見到耶穌 我一定會告訴很多人 我幫的人 有好幾個都上到天堂 有一個關姐妹 大家上網看到 另外一個剛剛我放上網的 另一個姐妹 她又是上天堂 她說的話 又給我很大的鼓勵 因為那次他想到就是聖靈的果子 他說神啊 我很難結出聖靈的果子 怎樣說到祂的生命 然後耶穌說 不知道有誰可以做到 耶穌跟他說 他說二目師就做到 我聽到我真的覺得很 很感謝神 我不是覺得驕傲 我說神啊 其實我有很多軟弱 你選擇我 改變我 讓我這麼喜歡你 讓我結出這些果子 你喜悅 我是很感謝神 那真是神是這麼好的 我希望大家的心裡喜歡神 你的生命都會結出這些果子 好了 還有神為愛祂的人 預備眼睛未曾看見 眼睛未曾聽見 眼睛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讀 你想也想不到 其實我想回我的人生 我發現神在很多東西幫助我很大 他簡選我 能夠去到一個非常好的神學院 能夠學到分辨恩典和律法 這個是從神學院開始的 能夠在經歷很多人的傷害之後 我學習如何處理人的傷害 神又賜給我這個親近神的心 我未經歷四年充滿 我已經是很喜歡神的 神給我這個心 我很感謝神 當我這個心的時候 我發覺我越來越經歷到他 而我發覺不是每個人都經歷到 我就想幫大家 神就幫我拆解到 拆解到怎樣 思想意志感情 整個思想認為神最好的 決意跟從神 和整個感情喜歡神 整個靈喜歡神 你就會越來越經歷到 我們中間也有些人經歷喜樂 我希望大家 時時活在這種狀態 神給我這種心 整個心靈喜歡神 我又感謝神 賜給我非常好的太太 賜給我復興宣教事工 能夠幫到這麼多人 我們在過去這一大半年 我們幫助人的數目 可能有80萬這麼多 這是禮物來的 其實是幾個人主要的奉獻 是很大的禮物 有些人沒有來這個聚會 但他都行常地奉獻 其實全部的錢不入我的 但我很感謝神 讓我有這個機會去處理這些錢 以致能夠幫助人 神也興起了一些非洲牧師 祂真的想將這個教導傳開 祂真的說 很好 我現在很開心 很輕鬆 侍奉神很輕鬆 祂很想將這個教導傳開 當你愛祂 祂就為你預備好好的事 大家有沒有想到 你信主之後 你經歷了多少事情 你就說 多謝神 你為我預備越來越多好事 這樣的時候 你就說 愛神真的好 愛神真的好 很划算 你愛人也很划算 因為你愛人 祂就開始對你有反應 關心你 但愛神是更划算 但我愛神不是因為是划算 我真的覺得神這麼好 當然喜歡祂 當然愛祂 愛神是最划算 祂將你的生命徹底的提升 這些是一些方法去幫助人 去愛神 神是甚麼都幫到你 你愛祂 你一定蒙福的 還有羅馬書八章二十八節一起讀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要愛神 上帝的人得益處 就是祂能夠萬事 人能不能夠呢 譬如 仆島會不會對你有益處 你染病 如果不幸染了這個疫情 會有益處 人來說是覺得很難 但是神是甚麼呢 順境帶來益處 逆境亦都帶來益處 因為神可以做功 那你說 如果染病 那怎樣有益處呢 就會幫助你更加倚靠神 譬如我剛才說的泳衣 他就因為他有這個情緒的問題 他就很想找耶穌幫助 他就這個倚靠神的心 他就告訴我 你看 我很喜歡神 我很喜歡聽到人說 我很喜歡神 他是真的很喜歡神 他說 我想到神 我就喜歡 我就欣賞祂的心 我聽到人喜歡神 我就一定幫祂 他真的很大改變 有時我都會用電話幫祂 怎樣更加 懂得侍奉神 幫助人 他又很受樂 我又嘗試操練 叫他嘗試說出來 即是他的困難 結果成為他的益處 這個神很特別 就是愛祂的人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不是每個人都得到的 是愛祂的人得到的 是愛祂的人得到的 因為愛祂的人 心就開放了 神的恩典就可以臨在 所以希望大家都看到 原來愛神是這麼好的 你發覺我不是叫你 你要記得愛神 你不愛神 你受錯了 不是這樣 而是愛神的時候 他真的為你預備很多 非常好的禮物 你會發生什麼事都好 有一首歌 我不會唱的 不過我記得有一句 跌一交也不知道有趣還是什麼 即是說兩個人戀愛 即是戀愛 跌一交也很有興趣 即是兩個人一起拍拖走走 跌一交也好像很有趣 我們跟神跌一交也很有趣 神都可以祝福我們 這裏是吩咐 這裏是名靈 聖經是有名靈的 你要盡心盡聖 盡意盡力愛著你的神 我們學聖經一方面是有恩典 但也都是聖經有吩咐 愛神盡心盡聖 盡你一切的能力去愛 我是打球的人 我又打球 我又打羽毛球 我又打羽毛球 我又打網球 那我就告訴大家 打網球很不同 打網球很不同 打網球 這裏拉後 然後去完 去完 去到這裏 即是要用盡所有的力 如果打打羽毛球 不需要打羽毛球 都是要拉 從下面拉上高 你要很盡力 有些人打羽毛球很厲害 有些人打 他的球一落 桌子 不是跳起來 是向前衝 打網球也有些人是這樣的 那些球一落地立即向前衝 這個是很盡力的 我們愛神會不會這麼盡力呢 我是會很想盡力去愛神 因為神先愛我們 神很好 就不是 如果只是吩咐 你要好用所有的力去愛神 你要記得愛神 好努力愛神 如果只是這樣吩咐人 就會覺得重淡 但我們告訴你 神一定喜歡的 這裡寫著 我們的生命一定會提升 這裡是警告 聖經有警告 聖經有恩典 有吩咐 有警告 若有人不愛主 者有人可助可奏 這是很嚴重的 但是基督徒不用經常害怕 才會死 我不愛神 神就奏了我 我們不需要這樣害怕 只要我們在神的愛裡 我們愛神是很輕鬆的 例如我和太太 我不需要說 如果我不愛她 她會走去 我不會擔心 她會走去 我不需要擔心 不過我知道 如果我一路破壞的關係 她可以走去 但我不會做到那一步 所以我不用天天害怕 死了 我太太會走去 我不需要這樣想 我和神一樣 不需要想著 神會奏了我 我愛祂不夠 對不起 今天的口罩不好聽話 好 激勵人祈禱 待會我會給大家練習 如何激勵人愛主 如何激勵人祈禱 那些經文都是你自己指上的 好 馬太六章八節 你們不可效法他們 因為你們沒有祈求而先 你們所需要的你們的父祖而知道 你們沒有祈求而先 神已經知道了 我有很多事情 神已經為我預備 在我信主沒多久 神為我預備 能夠去到外國讀書 去到聖經大學 是我沒有預備的 是神為我預備 神已經一早為我預備好一條路 不是我求回來 我一點都沒有求回來 是神為我預備 神真的會為愛祂的人所預備 有些人說 如果神預備 你不用做任何事 自動來 我又不是這樣說 聖經說 神的恩典 都是當我們愛祂 遵從祂的時候 臨在 首先 救恩是白白的禮物 但是 聖經也很清楚說 愛祂的人 神為祂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 聖經就沒有說 任何人都有 你眼睛都看不到的恩典 是說愛祂的人 萬事都互相壓力 不是叫所有人得益處 是愛祂的人得益處 天離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愛向甚麼人呢 敬畏祂的人 敬畏祂的人 敬畏祂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所以當一個人愛神 遵從神 神就會將他需要用的東西 賜給祂 不單是需要用的東西 是會賜給祂最好的東西 神給我很多東西 我真的很感謝神 在我 其實很多東西 譬如說回我彈琴 因為我小時候 我看到爸爸吹口琴 我就叫他教我 然後我在黃隱讀的時候 我參加黃隱口琴隊 我就沒有想到 這個後來幫我彈琴 因為我開始彈琴是怎樣呢 我不是去學琴 是有個教友告訴我 有一個電子琴你買 可以一隻手指彈主音 一個手指彈曲 就會有音出 我最初彈得很搞笑 譬如彈一個道 左手用一個道 C的曲 Rae 就是二 最初完全是不懂樂理的 我就買了一個琴回來 那時候還減價 很便宜的價錢 買了一些琴 用得到 這是第一步 然後我就遇到一些好的老師 這些都是神為我預備 一早預備的 即是在我生命的路途中 神有很多很多各樣的預備 你聽話 神就祝福你了 所以這個祈禱 我們不用擔心什麼 我們親近祂 神就會給我們需要的一切 還有約翰6章44節 若不是猜我來的父吸引人 就沒有人能到我者女來 原來是天父吸引我們 天父是吸引我們親近祂 所以我們知道是神先找我們 是耶穌先找我們 祂會吸引我們去找神 大家會試過 自己會有種聲音提醒我們 去祈禱 不要不祈禱 會有這種吸引力 還有會想有沒有神 我小時候 很小時候 我還沒去過教堂 我不知道為什麼 聽到有人說耶穌 我看天上的魂 不知道是否耶穌在魂後面 我自己會想 在天上會有個神 其實當時我小時候的觀念 因為我住在那些 現在叫劏房 那時候的板間房 還有我們住在床位 我小時候曾經是這樣的情況 有一家人就有麗的呼聲 我爸爸和媽媽都是上班 很晚 有時我坐在那裡聽《麗的呼聲》 十二點鐘就說什麼 夜半奇談 說鬼故 那時候我嚇得很害怕 我晚上發夢 就要去洗手間 很急 發夢就去了洗手間 為什麼去完還是這麼急 因為夢中去 心裡很想去 但結果沒有去到 還是這麼急 因為經常聽鬼故 不敢去洗手間 在這個情況下 但我就不在那裡想 不在那裡想鬼 而是想到 有個神 這個就是神放在人的心中 我不知道當中有幾個人 你未聽過耶穌 自己會想關於有神有幾個 舉手聽一下 有幾個你未聽過耶穌 就有自己想神有幾個 這也是神會在人的心中 做功用不同的方法吸引我們 天父吸引我們透過耶穌 透過聖經 透過基督徒 透過基督徒 原來我們祈禱都是神親近我們 而且你們親近神 神就親近你們 祂看著你 我們用不同的方法形容給別人聽 祂看著你 祂看著你 你現在祈禱了 神就很開心 祂立刻來祝福你 這樣的方法人就更加容易吸收 即是神看著 見到人 一找祂 祂就很歡喜 祂一定來祝福你 這就讓我們知道 原來我們的神是這麼好的 還有 我們一起讀一下約翰15章5節 尚在我裏面的 我日尚在他裏面 者人就多結果之 因為神裏面有很多美善 祂裏面充滿愛 充滿平安 充滿喜樂 祂什麼好東西都有 所以我們一親近祂 祂就好像把祂的好東西 放入你裏面 你的好東西 祂的好東西就會流入你裏面 你的生命就會平安 我記得很清楚很清楚 當我初信主的時候 我家裡祈禱讀聖經 我真的覺得很平安 我試過有一次很特別的經歷 就是我一段時間很忙 沒有親近祂 然後有一天 我又去親近祂 立即那種平安來到 我發現原來可以感覺到的 這是我初期信主的時候 現在來說我感覺到更加強烈 我多謝神 原來在祂裡面 祂就會多結果子 原來親近神是這麼好的 我希望大家就是能夠用這些說話 用一些人能夠明白的說話 去幫助人去喜歡親近神 去喜歡來到神那裡 祂一定會把平安、喜樂、力量賜給你 還有詩篇37篇4節 有意以耶華為樂 祂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 還有以賽書58章14節 你以耶華為樂 耶華要使你誠假在地的高處 即是以神為樂 神真是我的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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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神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 以及將你的生命提升到高的層次 即是神答應了 當我們以祂為樂 祂是很喜歡很喜歡的 這裏是一個指責 有指責律法的 《雅各書》4章2節 你們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 你們求也得不著是因為你們網求 要浪費在你們的現樂中 就是說得不到因為你沒有求 而你求也得不到 因為你們網求、戀求 要浪費你的現樂中 即是有些人沒有祈禱 有些人祈禱只是為自己的祈禱 或者為自私的祈禱 為了自己的享受 這樣的時候他們得不到 但其實你想得到的事 反而不是你猛地求的 你不用猛地求 神會知道的 你愛神 神就會將你心裡所需要的 你所求的 就會賜給你 或者更美好的東西賜給你 然後激勵人接受神的醫治 神可以醫治你 有些人不開心 神真的會來安慰你的心 真的會輕省的 我試過很多次 有些人找我祈禱 我跟他祈禱 他立刻覺得平安輕鬆 是很多很多次 我真的看到神是一個醫治的神 這就是激勵人 你來到耶穌那裡 譬如你傳呼音 有些鄰居 有些鄰居 很擔心 現在疫情 又不能出街 又不能做什麼 很不開心 我們首先聆聽他 關心他 然後我們可以告訴他 我也有過一些不開心 但我祈禱真的有人鬆了 真的有人輕鬆了 你想耶穌這樣幫你 我也鼓勵大家 多些祈禱 你有神的能力 然後你為人祈禱 他可以經歷到聖靈的臨在 可以經歷聖靈的醫治 因為我見過很多次 我給大家講一個例子 就是一個例子 那個人是 我完全想不到他會經歷的 在一個聚會裡面 我在宣教的時候 在宣教的時候 有一次他們帶了一些人來 有幾個新人來到聚會中間 其中有一個 穿西裝很漂亮 他的衣服好像凹凸 不是普通平的質地 是很特別的 凹凸凸凸的 有紋的西裝 我一看 我已經知道這個人 一定是很有錢的人 我跟他祈禱 通常來說 有錢的人祈禱不會很投入 通常來說 他覺得 你叫我去 我就去 即是未必 那麼肯放下自己 但我跟他祈禱的時候 他哭了 接著他就分享 我就請他分享 他就說 我感覺到 神的愛和安慰 他人就很輕鬆 他就立刻相信耶穌 他是未相信耶穌 但他立刻相信耶穌 原來神可以治好傷心的人 還有神是叫那些人輕鬆的 勞苦貪重担的 去祂那裡 祂就叫我們得到安息 你有煩惱重担 很多人我祈禱問他 你的心覺得怎麼樣 有沒有什麼經歷或感受 他心就鬆了 人就鬆 輕省了 神就是一個 將平安輕省賜給我們的神 有些人也說輕飄飄的 好像飄下飄下 有些人還說 我祈禱的 祈禱整個都好像昏下飄下飄下飄下 因為神的同序 將他的重担拿走 好像在天堂那樣飄下飄下飄下 有些人我跟祈禱的 我也會飄下飄下 其實我自己一投入 我自己也會飄下飄下 整個人 他就覺得一種能力進入我裡面 整個人就輕飄飄 整個人就很輕省 神就是一個賜平安 輕省的神 這句話很好 很寶貴 《二塞書42章3節》 《壓傷的奴位他不截斷》 《張殘的燈火他不催滅》 即是一個很憂傷的人 大家看到這個圖 這個人很病 在那個擔架那裡 那個坦子 然後耶穌就醫治他 這裡看到耶穌憐人 他看到人就憐憐 無論你多大困難 耶穌你幫我吧 耶穌是很樂意幫你 但有些人說 不是 我有很多問題 但我祈禱也得不到幫助 有時是那個人祈禱的方法 即是他只是 神阿佛幫我幫我 幫我開心點 幫我睡覺 他只是很急 未必得到 反而在神裡面輕省 平安 他反而可以得到 還有我們可以有兒子的心 不是勞僕的心 而是一個輕鬆的心 然後親近神 你就是神的子女 神就叫你很輕鬆的心 不用怕了 不再懼怕 還有不用怕人 因為神就會醫治你 因為神是得性的 所以沒有人害到我 所以我完全不用怕 這就是在神裡面接受 我不用受人的傷害 神真的可以醫治你 神關心你的事情 我們看的經文就看到這裡 我想大家嘗試兩個兩個去操練 兩個方法操練 一個方法是怎樣呢 就好像一個幫另一個 譬如有一個說我不太明白 另一個幫他 另一種方法就是 你解釋回 即是輪流說 我怎樣去幫助一個人 鼓勵一個人去愛神呢 我怎樣幫助一個人 有信心祈禱呢 怎樣幫助一個人 去接受神的安慰、醫治呢 那你可以兩個兩個 同時我知道今天 因為有很多個新人來 他們都可能有些特別需要 我就個別 即不是個別 其實有幾個新來的 你可以出來 因為我想回答你這些問題 其他人你就兩個兩個去操練 然後我們便會有 服侍祈禱的時間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還有我想說 如果大家有一些熟靈的需要 你可以WhatsApp給我 我可以幫助你的 我們一起祈禱 一起起床 我們先祈禱 活在你的愛中 知道是神的恩典推動 我們不是要有壓力 我們不是有壓力去做神吩咐的事 而是一個輕省的心 喜樂的心 開開心心跟從神 當我們做任何事跟從神 神都一定很歡喜 神一定回應 神一定欣賞 神一定賞賜 多謝主 你是一位容易 我們容易令到你喜悅的 多謝天父 帶開 新的音樂 之客 後面 還有 從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